噢噢 噢在走路的那個 你不要動,包包給我 東西放下來 東西放下來 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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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來喔 你從哪裡過來 對啊 你在捷運上做什麼事 下人啊 東西咧 經調閱監視器後 發現葉賢在捷運車廂上 把網門拒槍 並造成同列車乘客驚慌奔走 由終結立即進行疏散 並通報警方 由於夜前行為涉嫌刑法 第151條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罪 一線刑犯逮捕並移送申辦 其言行一次失決失調部分 亦同時通報本市衛生局派運 就其夜晚部分應付 捷運到站 車門一開 游客快速下車 有人用跑的表情神色慌張 原來就在列車行進間 車廂內有一名男子 竟然拿出了槍枝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戴著安全帽的男子 他在乘客都下車後 才緩慢地走下車廂 這時他手上已經沒有那把槍 不過他在列車行進間 拿出了一把槍枝把玩 造成同列車乘客驚慌奔走 尤其他又戴著安全帽 這行進相當詭異 到站後 第一時間站內的隨車人員 就立刻疏散 車廂內乘客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這名男子 隨即轉搭 下一班 在烏日站下車 捷運警察 到場 控制行動 也在他身上 找到了美工刀 剪刀各一把 還有遺留在車廂內的 疑似槍枝 不過根據了解 這把留在車廂內的是 玩具槍 並沒有殺傷力 但他在車廂內 亮槍 已經造成乘客恐慌 警方調查 這名男子自稱 因為創業失敗 所以精神壓力大 透過這樣的方式 再發洩 引起別人注意 但他的行為 已經涉嫌刑法第151條的恐嚇 危害公眾安全罪 被一線刑犯逮捕後 移送地檢署偵辦